接下來我們要上的東西叫做冰磚 冰磚就是會動的冰 會動的冰叫冰磚 為什麼會有冰 積血成冰 下很多血然後擠壓然後重新融化 就變成冰了 所以積血成冰 為什麼會動 重力跟擠壓的結果會動 所以冰磚就是會動的冰 為什麼有冰 積血成冰 為什麼會動 重力跟擠壓的結果 冰磚分作大陸冰磚跟三月冰磚 這未來會再說一次 在山上的叫做三月冰磚 在平地的叫做大陸冰磚小西裝看完就算了 看完就算了 OK 冰磚也會有輕蝕搬運跟成績 冰磚移動非常的緩慢 每天數公分到數公尺 稍微記一下 歷史上曾經考過一個超級世界無聊的題目 他問你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冰磚移動緩慢 每年數公分到數公尺錯 不是每年是每天 這個題目實在超級世界無聊 我認為不用背 可是呢 你就稍微看一下就好 了解 OK 好 剛講過冰磚也會輕蝕搬運跟成績 冰磚是固體 很硬 往前走 往前走 跟推土機一樣 爆到一樣 就挖出一塊 會挖出一個叫做U型肚的東東 像這樣 你有看到那個U嗎 你剛才學過一個什麼鼓啊 V型峽谷 誰弄的啊 流水的向下侵蝕 這裡有什麼東西啊 U型鼓 誰弄的啊 冰川 冰川的侵蝕 分清楚 曾經有一年我想要考U型鼓 老師說不可以考 為什麼可以考 他說課本沒有教 現在有教了 現在有 地科有沒有教不重要 地理會教 地理你學到北歐的時候 有個特殊地形叫俠灣 俠灣就是U型鼓挖到海邊 冰川退掉海水 冠軍的叫做俠灣 所以地科有沒有教不重要 地理有教就該會了 我們考的是國中程度 不是考地科而已 你該會的就是要會 該會的就是要會 U型鼓挖出一個U型鼓 然後呢就是侵蝕 然後呢 它走過的地方會有一個光滑 但是有刮痕的皮面 這句話我最少會講兩次 我為什麼要講兩次 是因為我後面要拿出來用 我後面要拿出來用 我以後再跟你說 所以像這樣 會形成一個光滑 但是有刮痕的皮面 因為這個刮痕可以顯示出冰川的走向 冰川的走向 它刮痕可以顯示它的走向 那這個我未來要用 所以會講兩遍 但是課本沒有 聽過就可以了 這個課本也沒有 就是冰川新池出來的腳峰 山峰是有能有腳的 叫做腳峰 像這樣 跟我們陽明山不一樣 陽明山圓圓圓的有沒有 圓圓的 那是流水侵蝕的 摸啊摸啊摸啊摸的圓圓的樣子 冰川是硬的 東坎一道西坎一道 所以出來的是有人有腳的 叫做腳峰 所以跟流水侵蝕的山峰不一樣 這個課本也沒有 看一看 知道大家就可以了 增加各位的嘗試用的 OK 老婆 下一個是會有的 就是冰川是固體 然後呢 往前推力量很大 上面扎下來的 不管是一頓的大石頭 還是小顆的細沙子 全部都往前帶 帶帶帶帶 帶到了冰川的前緣 開始化成水 就變成圓圓系流 那個圓圓系流 幾乎什麼都帶不走 所以全部都紮下來 大小全部丟下來 有沒有考選 沒有 所以冰川考選最差 那這個丟下來的東西叫做冰氣石 冰氣石 這個字唸氣 請不要唸成機 你念成冰氣石 考試就會給我寫成機的機 或者是積木的機 冰氣石 冰氣石 OK 所以這個冰川的成機物叫做冰氣石 冰氣石 就是冰川的輕時跟成機的狀況 OK嗎 不謝 如果輪他們 luôn 不是 可以說 能不能 辭icia 在bourne 點